大家好 我是娜娜 歡迎來到那裡的基於研究社 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想要是我的生活 歡迎追蹤我的IG 2023年的必有大商 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把連續幾年都有的 最佳公寿獎項拿掉了 不過取而代之 今年我還是做了 最佳漫畫 最佳深度 最佳色氣 三支介紹影片 而我還有沒看過的 社員播放清單 請往這邊走 而歷年的必有大商 我也都有整理成播放清單 那除了這三個獎項之外 今天要再來增加介紹 這一家新人獎項給大家 每年看到這個獎項的時候 我都會很興奮的 在心裡默默猜說 哪個老師很有可能 是未來長紅暢銷的作家 然後把我自己喜歡的老師 偷偷的記在心裡的小本本上 這次獲獎的前十名作品當中 已經有六部都有中文版了 這讓我來一一的簡介他們 並且從其中 選出我自己最喜歡的三部 那今天比較特別 我想要從第一名開始介紹 第一名 請不要放開這雙手 高中生一條 從阿法精英學校 轉到了一般學校 在同學間 引起一陣不小的騷動 但不知為何 負責引導他的學生會長 北緣 面對一條時 總是話中帶刺 並不友善 一條雖然感到 惱火與莫名其妙 卻還是忍不住想關心北緣 於是在北緣生病請假時 去了他的住處 破舊簡陋又宅亂不開的房子 讓一條感到非常驚訝 然而讓他更驚訝的是 北緣因為發情期倒在地上 一條將像小貓一樣 張牙無爪的北緣抱到床上 不但發現對方瘦的只剩下骨頭 還發現被窩中 居然塞著自己借給他的手帕 及制服 制服上更是留下了 難以七次的痕跡 北緣固執地將衣物搶回 可憐的秀文者 這副模樣讓一條心裡 起了異樣的心動與戀愛 結束發情期回到學校的北緣 因為不堪的一面被看見了有點困窘 不過再次見到面的一條 只是直率的給予關心 不但給他手做便當 還在同學面前討護他 讓北緣忍不住的 將自己更多脆弱展現出來 而一條也只是溫柔的接住 這些歹次的脆弱 喜歡ABO的社員 一定要看看這部 小瘦的北緣亞超級惹人戀愛 看了非常想要把他抱緊揉了 來柔去 看到小宮秦斗被蒙到KO的時候 我心想 欸 那完完全全就是我啊 但後劇的劇情一定是往好的方向發展 所以在續集的大學篇當中 兩個人展開了甜甜蜜蜜的同居日常 比起激烈的第一集 溫馨的成分更多 有點像是吃完了正餐之後 來了份超級大份的甜點 老實說當初看到第一集的封面的時候 我心想這真的不是我的菜 可是一打開看了裡面的內容 畫縫真的美麗許多 尤其是第二集老師的技巧 又更加的純熟精緻 如果是跟我一樣看到封面有點遲疑的社員 請不要害怕勇往之前 劇情面呢 我覺得老師很懂得如何引起讀者的共鳴 小細節的地方真的很搓心 我有忍不住掉了幾滴淚 所以這部呢 不只是這一次 比尔大獎最佳新人獎的第一名 也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再來呢 是第三名的 誰來告訴我的指示夢 高中生小葉對於自己身高態 一直很煩惱 某天還目睹了暗戀的女生 對高個型男爭纏告白的現場 從此以後 他對爭纏燃起了強烈的競爭意識 沒想到對方不但沒感覺 還說他現在這樣就非常可愛了 奇跡敗壞的小葉 卻在夜晚感受到真柴 不斷撫摸自己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剛開始看的時候 真的覺得很新鮮很有趣 很想知道究竟小葉 為什麼會被摸來摸去 公是腹黑變態嗎 可是看封面又不像 是小葉他喜歡真柴 所以做夢嗎 感覺也不是 真相是什麼 就交給社員們自己去挖掘啦 這部呢 適合喜歡面攤反差公 喜歡身高差情侶 以及喜歡可愛畫風的社員 接下來是第四名的 觸摸你的夜晚 受父親所迫的千夏 成為一名殺手 年少時因此目睹了兄長的死亡 在他邊臨崩潰之際 一名眼盲的少年握住了他的雙手 對方沉澡的眼眸立刻揪住了他的心 沒想到幾年以後 千夏又遇見了雙眼失明的嘉誠 一開始救了遭人搶劫的他 從此便忍不住想留在嘉誠身邊幫助他 一個是雙眼被困在黑暗中 一個是心被困在黑暗中 兩個人就這樣彼此幫忙 一起走出孤獨的黑暗 這部的故事有像電影劇本一樣的節奏 雖然劇情很有張力卻不會過於浮誇 看的過程當中呢 我一直捏著自己的小心臟 不但很緊張呢 還向Bill之神祷告 請不要讓我的主角們走向BE好嗎 台詞的部分文筆也很好 畫風又剛好是我很喜歡的類型 所以綜合起來呢 是這份榜單當中我推薦的第二名 接下來是第五名的愛日與新娘 村裡的青年盧卡分化上Omega之後 依照習俗必須透過活人記成為神明的新娘 在天將亮前 傳說中的太陽神出現在盧卡面前 告訴盧卡自己沒有要娶她 更不會奪走她的性命 只要盧卡作為使者 運送完要給村子的幼苗即可 反而沒過多久 盧卡的發情期到來 要求著太陽神的撫慰幫助 究竟Omega青年會如何走進孤獨太陽神的心裡呢 這部的設定非常豐富 看得出來作者的靈感 就像我CT開車的時候一樣 超級持久 源源不絕 適合喜歡奇幻類型 還有追求新鮮感ABO的社員 小腳提醒作品後面的福利畫面 很多非常甜蜜 大家一定要記得看電子書專屬的嘉柄 一絲不苟的青柳是裁伐少爺的護衛隊主管 向來面若冰霜的他 其實是個敲誠情男子 而護衛隊新來的特務局總是自衣萬為 一下要跟他約會 一下要跟他同居 一下奪走他的雙唇 把青柳的心弄得七上八下 究竟這兩個超強特務會談出怎麼樣的戀愛呢 這部對我來說真的是 畫風一絕 角色魅力一絕 幽默功力一絕 萌度一絕 看看這精美的大兄你能不愛嗎 這麼誘人的表情你能忍住考水嗎 在閱讀的時候想要在短短的時間之內不斷轉換情緒 一下爆笑一下起色心 一下被蒙到一下揪心 但很可惜的地方是 後段故事的合理性 有點超錯了我的認知 因為留下了可惜的敗筆 只好在我的推薦清單當中放上第三名 第八名明天可能會愛你 小學弟指暗戀大學民謠社的學長系 面對人氣很高的學長 他本來不抱任何希望 在某次送喝醉的學長回家後 學長將他抱住 並說了聲晚安後就睡著 從此以後 紙總是負責送學長上床 自己也鑽進被窩帶到天亮前才離開 到底戲什麼時候才會發現呢 簡單總結這部作品就是很舒服 畫風很清爽 很多風景畫的很好看 心燃養的感覺描繪的恰到好處 如果你也跟我一樣 覺得封面畫的太有感覺了吧 沒錯內裡也是一樣的感覺 適合喜歡自律型追求心動感的社員 以上就是2023年BL大賞這家新人家 已經有中文版的五部作品的介紹 目前在電子書平台BWALKER都可以入手 尤其9月8號到9月28號是 心癢癢的感覺令人難以抗拒 必有主題書展 必有作品一律七九則起 正是入手的好時機 那今天的社員專屬小禮物是什麼呢 首先是BWALKER的社員專屬50元優惠券 只要點選資訊欄的連結 就可以領取結帳消費滿499可以使用 再來要送給大家的是 誰來告訴我這只是夢一加二級實體書 想體驗可愛又澀澀的內容 一定要看這部 台灣的社員也別難過 雖然沒辦法參加實體書抽獎 這邊呢也準備了BWALKER50點電子書點數 總共五組要送給大家 只要按讚影片加訂閱頻道 並且公開分享這部影片 留言你最感興趣的作品 並hashtag恭喜獲得比偶大賞這家新人 就有機會獲得實體書或者是電子書點數 那麼喜歡我的影片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想認識我的生活 歡迎追蹤我的IG 今天連結就到此結束 我們下次見掰掰